區議會選舉今日投票 直至下午三點半 區選累積的投票人數超過75萬 累積投票率是24.21% 高過上屆的21.48% 18個區之中 投票率最高目前是深水埗區 而最低就是屯門區 選舉管理委員會直至朝早11點 一共是收到708宗 關於選舉廣告和拉票活動的投訴 而行政長官梁振英和多個司局長 早上就到票站投票 行政長官梁振英和太太到票站投票 又呼籲選民踴躍投票 半屆政府上任後 我們提出地區機遇、地區掌握、地區問題、地區解決 確實各個地區有不少發展好、管理好的機遇 也需要解決各個地區有些時候是獨有的問題 三位司長也分別到票站投票 在過去三年多 都和18個區議會緊密合作 也走勻了18個區議會 我深深感受到區議員為社會做事那種務實的理念 也都市民對於區議員有很大的期望 所以我希望也都深信 今天選民行使他們的公民權利 也都會為各區選出務實為市民做事的區議員 政制禁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哲元說 今年有三百多萬登記選民 登記率達到七成七 是歷來最高 今次選舉民選議席431個 比上屆增加19個 但其中68個選區 候選人是自動當選 其餘363個議席 有867個候選人競逐 第一次投票 是呀 最重要是看回他的政綱 還有看看他過往做了些甚麼 區議員最好做 最能幫到我們的都是 我們本區市民的利益 環境各方面的工作 所以他的政治理念 反而我不是考慮在第一 佔領運動令我們由多個角度 可以看到不同候選人的心態 和他的取向 那都是一個令我決定投哪位票的原因之一 投票到晚上10點半結束 無線電視記者鄭穗文報導 在元朗百鄉北選區的票站 有不少的選民由私家車接載去投票 有行動不變的長者 坐私家車來到這間學校投票 這裏入 這裏入 是 八鄉北選區的兩個候選人 分別是做社區幹事的獨立候選人鄧志光 和做八鄉北環境關注組創會主席的獨立候選人鄧榮耀 兩個人都在場和選民打招呼 全部我們很多很多的義工義務幫我們 叫那些村民出來投票 有些意在 旁邊左右幫他們請 我們沒有安排 是 是 那會不會說 譬如那些義工都會 預先跟他們說多多支持 投票 當然要 要低票 是嗎 始終都是 距離有時 四五個巴士站 有些城裡十個巴士站 情況 因為範圍比較廣 所以就變了一定要私家車 他們過來 那會不會說 車上面都會跟他們說 多多支持 這件事就是上了車就有少少 但是過了這個範圍 嚴禁範圍區 我們完全不會說 選民有甚麼考慮因素呢 對我們村民有好處 對大家都有好處 例如交通 渠 衛生 那些 很多事情想 到時候才想 例如呢 例如呢 例如就是甚麼 為大眾利益 白向北選區 今屆一共有6105個選民 上屆勝出的候選人 拿到1439票 無線電視機者 曾百惠報道 東區的丹拿選區 有兩個候選人 兩個人都是第一次參選的 公民黨的鄭達雄 本身是任職地區發展主任 另一個候選人 任職公司董事的 自由黨候選人曾卓宜 由自由黨榮譽主席 田北進道場為他拉票 丹拿選區今屆 一共有8000多個選民 選民都是有雪兩眼睛的 不是說 這件事是沒有勢集的 所有的區議員都要投票出來的 我們不是說勢集出來的 全部都是要勤力 也都是用一個心為區服務 你才得到選民的支持 區議員是一個 讓市民授權一個人 進去議會的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也希望透過區議員 可以將市民意見多些 反應給政府聽 也可以運用我自己 社會政策的專業 去做好這個社區 有市民一家去到投票 他們說家人之間在投票的時候 會考慮不同的因素 去議會的議員應該是幫地區做事 而不是說有那些政治背景 我不會考慮 我想我們的家比較民主 我們都不會影響到大家 而且大家都很堅決 其實對大家各自的取消都很堅決 都會考慮他們之前的背景 就是他們做過什麼 或者看他們政綱那些 佔領行動那件事 會不會對你這次去選擇的候選人 都會是其中一個考慮因素 都會有些少 始終我覺得 看看他們支持什麼 跟我的理念 我覺得如果有相似的話 我都比較會支持他們